由香港政研会举办的《希望明天音乐集会》 8月3日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 大批民众从全港各区汇聚于此 支持香港警察和香港特区政府 呼唤理性 反对暴力 当天上台发表讲话的多位普通市民 青年团体 货车司机 茶餐厅老板 学生 残障人士等 自愿上台发表自己的心声 因支持警察被网络欺凌的茶餐厅女老板 呼吁市民站在良心的一方 维护香港安宁 早前被非法示威者围殴的货车司机 希望年轻人学会尊重和礼貌 青年团体则表示 忽略自律的争取自由是自私 更有青年学生高喊口号 呼吁大家支持警察 反对暴力 当天的音乐集会 以歌曲《明天会更好》拉开序幕 随后 海阔天空 《真的爱你》 《狮子山下》 《东方蜘蛛》等 港人耳熟能详的歌曲轮番响起 熟悉的旋律中 参与集会的人士 手持撑紧 希望明天 不要纷争 不要暴力 香港人加油等标语 跟随音乐节拍挥动 台上台下数万人合唱 为香港加油打棋 集会召集人 香港政研会主席邓德成称 用音乐会的形式 是希望给示威者 树立一个榜样 希望大家都能以一种 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 他介绍道 此次活动只用了七天时间筹备 但得到了众多市民的热烈响应 相信这是市民大众的信声 丘女士是两位孩子的母亲 他称 看到非法示威者的行为 感到愤懑和心痛 希望大家不要再伤害警察 破坏香港 丘女士称 自己的女儿今年12岁 梦想成为一名 承恶扬善的香港警察 此次带她来感受这样的氛围 希望她能够学会明辨是非 第一 我是支持正义 正能量的 第二 我支持警察 第三 我支持那些正义的传媒 还有一个我支持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的希望 是以后做一个正义的警察 去帮市民 帮香港人 所以我现在要带她来看 这些这样的环境 要告诉她 哪些是对不对 我的梦想就是警察 因为我想帮很多人 主持公道 还有帮很多市民捉回那些不好的人 很心痛 被他们又咬着手指 然后又被他们成人骂 还有成人不会 因为妈妈说了我 都是要做一个正义的警察 所以我要面对 今年67岁的吴卓荣 是一名退休消防队员 从事消防工作三十余年 吴卓荣坚持用普通话接受采访 表达自己对香港警察 香港特区政府的信心 同时希望香港年轻人 热爱祖国 有民族荣誉感 这次我出来的原因就是 我觉得香港的朋友 迎对爱国的力量 出来为香港 为香港的明天的好 就出来说警 怎么说的就是 支持香港警察 支持香港政府 我觉得香港的警察 受到打 挨骂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很不应该的 不过我对香港爱国的朋友 很有信心 什么信心就是 迎去爱国的力量 把这个歪风打下去 你要我对香港的警察 有信心 把香港的治安 可以守护好 对香港的辛苦 有信心 来自意大利的雷纳托 二十多年前便已来港 当天 他手拿一碟自己印制的 我爱香港警察的贴纸 逢人变发 他称 看到社会混乱 警队被侮辱 感到生气和难过 香港是个非常棒的地方 希望能尽快 恢复社会秩序 当天的音乐集会 结束 市民在音乐声中有序离场 不少市民和在场 维持继续的香港警察 友好互动合影 很多人给警察竖起大拇指 说辛苦你们 大会宣布 截至下午五时 有九万人参与集会